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家庭滷味的做法 滷味好不好吃的關鍵 就在滷汁 一般家庭因為沒有老滷 很難做得像店裡賣的那麼好吃 今天要示範的是 新滷汁 直接升級成老滷汁的荒滑 用高湯取代清水 肉的些味沒有被稀釋 這樣滷出來的肉就會很好吃喔 大家趕快動手就看看吧 首先把要滷的肉 一樣一樣放到燒開的水中 過水去腥 接著來熬高湯 雞背兩個用2000公克的水 熬煮兩個小時 煮好後開始熱滷汁 材料有高湯、醬油、燒心酒、冰糖、砂糖、薑、大蒜、辣椒、蔥、香菜感 開始來做滷汁 先炒糖色 下油 烘熱冰糖 小火 煮到起泡 顏色慢慢變成焦糖色 之後關鍋 之後關鍋 加入半碗水 再煮開 倒出備用 加糖水就做好了 再起鍋下油 爆香蔥、薑、蒜、香菜感 然後加入醬油 紹興酒 紹興酒 剛剛的焦糖水 炸糖 再加高湯 最後加入滷包 家裡如果有蘋果 或者是鳳梨 也可以加一點進去 滷汁做好之後就可以開始來滷肉了 牛肉要滷比較久 先下鍋 五十分鐘之後放入雞腿 細滷二十分鐘 關火 燜三十分鐘 然後取出來 牛肉及雞腿就滷好了 同樣的方法 可以滷豬腳、滷雞尊、海帶、豆干 還有蘿蔔都沒有問題 滷的時間 豬腳大概五十分鐘 雞尊二十分鐘 海帶五到十分鐘 豆干二十分鐘 蘿蔔三十分鐘 至於浸泡的時間 浸泡越久就越入味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